本期视频带大家横拍惠州南站的周边环境 全面解说介绍一下周围的生活配套 以及周边目前的主要楼盘 惠州南站也是惠州第一个高铁站 是下深铁路的中间站 这个高铁站是2013年通车的 惠州南站目前也是惠阳大压湾去深圳最快的交通方式 惠州南站到深圳的高铁票价大概20元左右 运行时间半小时左右可以到深圳北站 目前惠州南站到深圳的车次还算是比较多 但是因为都是过路车 时间的间隔班次不太稳定 最短的时间间隔5分钟就有一班 长的时候有一小时 平均来看大概半小时左右有一班车到深圳 从画面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惠州南站的规模不算大 惠州的高铁站以后的主力站是惠州北站 也因为这个原因惠州南站在规划设计上有一点点问题 尤其是交通方面 在过去几年惠州南站曾经在早晚高峰期 门前堵车非常严重 后来采取了一定的管理措施 公交站也转场了 现在有了一定的改善 下面我们就从惠州南站先往西侧方向飞一下 这边楼盘比较多 看一下周边环境和整体分布情况 顺便介绍一下周边所有的楼盘 以及各种生活配套的分布情况 首先从惠州南站这里开始 后边就是雅宫顶森林公园 山那一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大盘星河丹迪了 星河丹迪直线其实离惠州南站很近 但是过来要从山旁边绕过去 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在建工地的小楼盘 是天柱春秋园 接下来再转过来 右边这个楼盘是厂园 然后在它旁边的白色楼盘是瑞景居 正下方这里有两个楼盘 是山羽华亭和星河荣誉 然后转过来这边有三个小楼盘 分别是风景左岸 明院星河湾以及后边的大浦明院 然后再转过来 这边的大片民房区域就是大浦社区了 继续转过来可以看到有大片工地 远处则是碧桂园南站新城 这边的远处就是新桥社区了 更远的地方那一片高层是惠阳雅俊乐花园 然后我们就又转回到了南站这边 可以看到后边的亚工顶 环绕一轴完成 接下来我们继续转 由南站向西侧这边飞一下 因为目前惠阳主要的载舰和已建成的楼盘都在西侧这一边 在箭头所指的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本来在修路 但是好多年了一直没有通车 这条路如果通了 从南站去星河丹地会近很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离高铁站最近的这个楼盘 是天柱春秋园 这个盘不大 顺便说一下 在右边箭头所指的位置是雅工顶的大门牌坊 天柱春秋园周边的环境是不错的 不过离高铁线很近 应该受噪音的干扰会比较大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星河丹地这边 目前看到的这片在建工地是星河丹地的V2区域 然后在它右边箭头所指的是商场的位置 这里也是星河丹地的主入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河对岸这边 右边这个楼盘是森林河畔 然后正前方有一个在建工地的楼盘 是风景丽园 接下来我们飞回到河这一边 看一下这边的楼盘 首先是河这边的这个楼盘叫做厂园 这个楼盘相对比较新 刚入火不是太久 然后我们一路向北边飞一下 在厂园的旁边 这个白色的楼盘叫瑞景居 这是个相对比较早的楼盘了 2005年开始建设的楼盘 然后在瑞景居的旁边 这边有两个楼盘 一个是三宇华庭 左边的这个 然后右边的这个红色的楼盘 是星河荣誉 这两个盘也是除天柱春秋园外 离高铁站最近的两个盘了 然后我们再从三宇华庭 星河荣誉的后边 看一下这两个盘和南站的位置关系 接下来是三宇华庭 星河荣誉瑞景居 厂园的空中全景 正前方远处的就是天柱春秋园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大浦社区的这边 在画面左侧 由前向后的三个小楼盘 分别是丰京左岸 明院星河湾 大浦明院 然后旁边这里有一个像白宫的建筑 是加路国际大酒店 右边的大片民房 就是大浦春了 然后我们倒飞视角 看一下大浦春的整体燕茂 正下方的这里 就是星河荣誉了 接下来我们再飞回到南站 介绍一下南站站台的整个功能区分部 站房的正对面是社会停车场 在站房的东面分别是公交总站 以及电动车的充电站 现在看到的就是离南站最近的村子 因为南站新城规划的很好 但是还没正式大面积建设 估计现在的村民 应该都在等待南站新城建设的拆迁吧 最后我们再从空中各个角度 看一下南站的样子 本期视频到这里 主要内容也就基本拍摄完成了 如果您都能看到这儿了 就帮忙点个赞吧 好 非常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欢迎转发评论关注作者 谢谢大家